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不老长寿的饮食术》这本书, 在当今最前沿的生命科学和营养学领域。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从内在焕发年轻的线索正不断被发现。 其中关键就在于一种叫做自视的身体自然机制。 简单来说,自视就像是细胞的回收系统, 能分解并在利用体内不需要的物质。 当这一机制活跃时,细胞会得到年轻化, 整个身体状态也会得到改善。 不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需要复杂的健康方法或忍耐力。 其实并非如此,即使不尝试流行的16小时断食, 也能通过更简单,更温和的饮食方法激活这个奇迹般的机制——自视。 关键在于饮食方式和食材的选择, 只需在日常饮食中稍作调整。 就能感受到体内能量逐渐充盈。 现在,有基于科学可信研究的健康饮食方式正受到关注。 想保持年轻、健康长寿到百岁的人, 都不应错过这些重要知识。 为了在未来时代健康且自如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掌握正确的身体与饮食常识吧。 最近,刻意制造空腹时间的自视饮食很流行。 顾名思义,自视使细胞在饥饿状态下分解细胞内物质, 将其转化为营养以维持生存的回收机制。 因为空腹状态会激活自视, 所以常与减肥联系起来。 但自视的作用不仅仅是减肥, 它还能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 针对细胞内入侵的病原体或引发认知症的有害蛋白进行分解。 研究显示, 自视功能的活跃可能预防癌症、 阿尔茨海默病、心理衰竭等多种疾病。 本书介绍了从饮食方法到生活习惯等多种激活自视这一强大机制的方法。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习惯这些方法的人。 即使活到一百岁,也精神抖擞。 永保年轻。 第二,不想变成卧床不起的人。 请务必吃这四样东西。 第三,六十岁以后,激活自视。 在细胞层面,实现年轻化。 会发生什么? 首先是第一部分。 习惯这些方法的人。 即使活到一百岁,也精神抖擞。 永保年轻。 我们谁都希望健康长寿吧。 虽然现在被称为百岁时代, 但如果身体不健康, 长寿也无意义。 所以,我们都希望以年轻, 充满活力的状态迎接老年。 那么,老化到底是什么呢? 身体机能退化, 脸上出现皱纹,脂肪增加。 这些都是老化的表现。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人会老去? 多数人认为所有生物都会老去。 身体变差是理所当然的。 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种认知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间, 关于生物老化是必然现象的常识, 正被推翻。 事实上, 研究者们越来越相信老化是可以避免的。 这听起来难以置信, 但并非荒谬。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确实存在不老的生物。 例如, 在印度的动物园里, 饲养的一种叫做阿尔达布拉响龟的龟类。 死时的样子和年轻时完全没有区别。 但令人惊讶的是, 那时, 他的年龄竟然有250岁。 也就是说, 他一直保持年轻的外貌, 突然结束了生命。 这个世界上存在不老的生物。 这一事实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包括人类在内。 许多生物本来不必衰老, 却偏偏会衰老。 老化并不是像岩石风化, 变成沙子那样的自然现象。 细胞本来就拥有维持恒长性的机制, 其中就包括自视。 所以, 不衰老才是自然的状态。 那么, 为什么人类偏偏会老化呢? 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老化, 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而且, 人类相比其他动物,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老化速度更快。 例如, 从繁殖的角度来看, 人类的生殖活动, 主要集中在20多岁到30多岁。 当然, 也有男性在70岁以后, 还能生育, 但那只是极少数情况。 然而, 实际上, 有许多生物直到生命结束都能继续繁殖。 和人类关系较近的原类, 就以生育期较长著称。 虽然不同种类差异较大, 但平均寿命只有约25岁, 却能在20岁以后依然怀孕。 事实上, 年长的元甚至比年轻的元更受欢迎。 简单来说, 要保持年轻而不变得衰弱。 关键就是尽可能活跃自视机制。 而具体激活自视的方法有四种。 接下来, 我们将介绍激活自视的四种方法。 希望你们能够尝试, 获得永远不衰老的青春。 那么首先介绍第一种方法, 通过短期断食进行热量限制。 激活自视最著名的方法, 大概就是热量限制了。 所谓热量限制, 就是每餐减少摄入的热量。 或者再吃得过多的第二天, 等到肚子饿了再进食。 这就是所谓的短期断食。 这里并不是让你进行痛苦的极端节食。 当然如果完全不吃东西, 反而会出问题, 而是让你比平时少吃一点。 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热量范围内活动, 这样就足够了。 已有实验证实, 适度的热量限制能激活自视, 延长寿命。 接下来介绍第二种方法, 通过不升高血糖来抑制胰岛素信号。 与热量限制同样重要的是, 抑制胰岛素信号。 抑制胰岛素信号听起来可能有些难懂。 简单来说就是, 尽量不要让胰岛素分泌过多。 胰岛素是一种激素, 能降低血糖水平。 这点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换句话说, 就是实行糖质限制。 另外, 进食顺序也很关键。 先摄取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可以抑制血糖的升高。 通过避免血糖快速上升, 我们可以激活自视, 从而健康长寿。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 湿度运动抑制Tor信号。 除了断食和糖质限制,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控制Tor信号。 Tor是一种蛋白质, 也是调控细胞生长和代谢的酶。 这是一种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蛋白质。 换句话说, 虽然生长是必要的, 但过度活跃也会有问题。 因此, 湿度抑制Tor信号 有助于延长寿命。 研究发现, 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 都能抑制Tor信号。 另外, 前面提到的热量限制 也能抑制Tor信号。 所以, 湿度热量限制和运动结合起来, 能极大的延长健康寿命。 虽然很多人听说 为了健康要是度运动, 但可能不知道具体效果, 缺乏动力。 如果理解了运动能抑制Tor信号, 从而促进年轻化的机制, 或许会更有动力去运动。 最后, 第四种方法是避免高脂饮食, 抑制副调控因子的积累。 为了激活自食, 不让细胞内增加名为 副调控因子的物质 非常重要。 自食功能会随着年龄增长 而逐渐减弱。 而这一现象的原因, 就是细胞内 副调控因子的积累。 副调控因子是一种 像刹车一样 抑制自食的物质。 也就是说, 副调控因子越多, 自食功能越被抑制。 那么, 什么导致副调控因子加呢? 答案是高脂饮食。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如果不想变成卧床不起, 赶快吃这四样东西。 首先介绍第一种食物, 葡萄。 作为餐后甜点 或饿了食的零食, 强烈推荐吃葡萄。 因为葡萄不仅含油甲、 铁、 鑫等营养素, 还含有一种叫做 白梨卤醇的成分, 能够激活自食机制。 据报道, 白梨卤醇有多种功效。 实验也证实 摄入白梨卤醇能延长寿命。 因此, 可以说, 葡萄是长寿的理想零食。 顺便提一下, 富含白梨卤醇的食物中, 红葡萄酒最为有名。 红葡萄酒作为健康酒类 备受关注, 确实还有大量 来自葡萄的多分类物质。 但是, 酒毕竟是酒, 还有酒精, 确实也会带来各种害处。 所以, 相比喝红葡萄酒, 直接吃葡萄更健康。 如果实在喜欢喝酒, 建议每天饮用量控制在一杯葡萄酒左右。 将平时喝的啤酒或烧酒换成葡萄酒会更安全。 不过吃葡萄时有几点要注意。 第一, 一定要吃新鲜的葡萄, 而不是葡萄汁或葡萄制品。 市面上有很多葡萄加工食品, 这些对身体不好。 葡萄含较高果糖。 尤其葡萄汁比, 直接吃葡萄更容易让糖分被吸收。 第二, 要注意, 有些无子葡萄可以连皮一起吃。 但这类无子葡萄通常经过基因改造。 长期食用对身体的影响尚不明确。 接下来介绍第二种食物, 绿茶和抹茶。 绿茶中最有名的健康成分是儿茶素。 它有保护我们免受感染的强大效果。 此外, 儿茶素还能激活自食机制。 除了儿茶素, 绿茶中还含有茶氨酸。 这是一种氨基酸。 是儿茶素形成的前提。 茶氨酸不仅能转化成儿茶素激活自食, 还有放松身心的效果。 因此, 饭后喝绿茶有助于放松身心。 不过要注意, 绿茶还有咖啡因, 不适合晚上或睡前饮用。 最好在白天较早时间喝完。 用茶叶泡的茶, 所含的有效成分比瓶装茶饮料要多很多。 研究显示, 用茶叶泡的茶比瓶装茶更能摄取丰富的儿茶素等有效成分。 另外, 茶叶可能存在农药残留问题。 也要注意, 第三种食物是核桃和浆果含天果冻。 核桃和浆果都含有乌洛脱品。 这是一种能激活自食的成分。 研究确认, 乌洛脱品有助于自食清理细胞内垃圾, 能延长寿命1.2倍。 核桃和浆果不仅含有这成分, 还因富含优质脂肪, 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和丰富的膳食纤维而闻名。 浆果类如蓝莓还有保护眼睛健康的作用。 眼睛健康对保持年轻和健康生活非常重要。 大家应积极多吃浆果。 第四种食物是特级出榨橄榄油。 它能提升自食作用, 加强细胞回收再利用。 因此, 对预防包括认知症在内的多种脑部疾病很有帮助。 橄榄油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和欧米加三脂肪酸。 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大脑功能防止认知症非常重要。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摄取优质的特级出榨橄榄油。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 必须选择正宗的特级出榨橄榄油。 因为非特级出榨的橄榄油可能已经氧化, 对身体有害。 第二, 橄榄油不适合用来炒菜或油炸。 加热会使其氧化, 产生有害物质。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60岁以后激活自逝。 在细胞层面实现年轻化。 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讲解。 首先, 介绍通过自视可以预防的疾病。 第一点, 自视被激活的人能够预防非常严重的疾病。 阿尔茨海默形认知症和帕金森病。 近年来, 医学界高度关注自视的一个功能, 清除细胞内异常蛋白质。 这种功能有可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病等认知症相关疾病。 这些疾病的主要原因是, 大脑细胞中异常蛋白质堆积, 导致细胞死亡。 这类疾病同称为神经退行性疾病。 现在, 科学家们寄予厚望, 认为自视的作用有望用于治疗这类疾病。 神经退行性疾病难以治疗的原因在于, 成年人脑细胞几乎不再更新替换。 人体细胞一般会不断更新换代, 因为细胞本身有寿命。 但是脑细胞一旦死亡, 就无法复活。 其他细胞即使死亡, 也会被新细胞代替。 但脑细胞不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 必须依赖自视这位细胞的青草工来清理异常蛋白。 如果自视能够有效去除这些蛋白质堆积, 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就能避免发生。 事实上, 基因操作导致小鼠脑部自视停止时, 所有小鼠在年轻时就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状。 反过来说, 只要能激活自视, 即使年龄增长, 也能预防认知症。 接下来第二点, 自视还能预防皮肤暗沉和色斑。 皮肤变黑是由于黑色素在细胞内积累。 研究发现, 自视也承担分解黑色素的作用。 实验中, 抑制自视的药物使皮肤细胞内黑色素不断积累。 而激活自视的药物则促进黑色素分解, 皮肤变白。 随着年龄增长, 皮肤暗沉和色斑会增多。 很多人年轻时, 皮肤白皙美丽。 但40岁以后, 皮肤逐渐变暗。 这正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加, 皮肤自视功能下降, 紫外线会加速皮肤老化。 年轻时, 紫外线造成的色斑能被自视清除。 但年纪大了后, 自视功能不足, 色斑无法及时去除, 导致皮肤暗沉和色斑加重。 换句话说, 激活自视可以防止色斑产生, 恢复美丽肌肤。 第三点, 自视还能预防咽喉炎和沙门氏菌等食物中毒。 疾病发生有多种机制, 但归根结底, 是正常细胞因某些异常而受损。 因此, 重要的是尽可能通过激活自视的习惯如断食来以自然力量治疗疾病, 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通过了解和实践激活自视的科学方法,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延缓衰老, 提升生命质量, 无论年龄多大, 掌握这些简单有效的习惯, 都能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和细胞的年轻状态, 迈向更加充实和有活力的未来。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